外景節目其實是這樣子 我們可以防得了遊戲設計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設計 它盡量是安全的 但是在現場 它一定會有現場場地 還有人為因素的意外 對… 像前一陣子我也猜 就這個傷口都還在 對 我天啊 然後這腳 好深喔 這邊有一個很黑的這一點 其實那時候是掉一塊肉 同一個地方 我這邊也是因為外景受傷 一模一樣的地方也是掉一塊肉 我這邊也是 我跟妳講 我雖然在附近 好…陣腳踢 情侶吧 好複雜喔 對啊 然後因為當時我是被一根 從草地裡面生出來的 生鏽的鐵桿 插到又這樣子刮 好多耶 然後製作單位就一直說 不行 你至少一定要先 先打一個破傷風 破傷風 破傷風 然後所以我第三關結束 他們就先趕快帶我去做一個包紮 然後再那個 那第四關回去又繼續錄 只要一咖我就坐到地上 然後腳就趕快抬起來 因為血還一直在流 但此時此刻就還是會有路人 會過來說 我可以跟你合照嗎 對 對 我們不會怪他們 因為他們不會知道 我們有多辛苦 但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外景的意外多 有一次我中暑 大家吃飯我就不進去吹冷氣 我就躺在外面的躺椅 好 休息一下 就躺這樣 心境的自然涼 好啦 就兩三個 當地的婆婆媽媽 然後就過來 吳東線 我那個腦海裡面 人生跑馬燈不斷過去 然後三個婆媽會要妳的命的 黃昏市場一樣 這邊玩了 那邊 三個然後機關砲 咚… 對 差不多這樣 對… 然後我就躺在那邊 眼睛我以為也張開 然後中暑差也難受了 然後就拚命喝水 只能躺在那邊 然後很難受 然後他們就過來 我跟她說… 有一個就過來 吳東線 可以跟你拍照嗎 這樣子 我就 你也就好… 我就有點難過 難受 距離又不在旁邊 我說你覺得現在適合嗎 還問他 對 我說你覺得現在適合嗎 看我這樣對不對 然後他回頭看看他們等一下 我們OK 我之前 你背是說我這樣 我適合嗎 他說我們OK 我之前也是啊 是要爬起來 真的嗎 好多年前 好多年前有一次外景 然後在外地 然後我的手去縫了 就是即刻也是要去縫 然後縫了三針在這裡 然後就開始在縫 縫的過程當中 護士還問說 等一下可以請你簽名嗎 天啊 你就手就縫了還是 對 然後我回他說 請問我這樣還可以幫你簽名嗎 我說我會痛 今天他們都是來抱怨的 沒有啦 也不是啦 也不是啦 就是說 入圍就入圍 嚴重嚴重 嚴重 真的